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扎西也绝对是寒怒而发 上去就干脆是要命的 直等张金牙落地的时候 被扎西拳头击中的位置已经完全上凹了下去 脑袋就像是遭到重击的金属攻殼一般 都已经留下坑了 至于脖子则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扭曲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张金牙彻彻底底就没了动静 不知死活 不过身上的力量却溃散得特别快 怕是十之八九是彻底没希望了 老张 胖子和着大老远就看到这一幕 顿时怒吼了一声 拼着被陈玉打了一拳头 然后飞快地朝这边冲了过来 速度快到一个极点 刷的一下就出现在张金牙身边 一把把张金牙拎起飞快朝远方逃顿而去 眨眼功夫就已经站在两三百米开外的地方 低头看了张金牙一眼 然后猛然抬头看向我 怒吼道 哥天忠 你他妈的还真吓得去手啊 吓得去手 我下意识地吹头看了看自己胸口内截断刃 默默哭笑了起来 我还能说什么呢 扎西这个时候已经保护在我身边 这个智商有些低下的傻大哥用自己的手指轻轻戳出我胸口的鲜血 模样小心翼翼的 一下子沾了满手指的鲜血 顿时眼睛就红了 死死盯着胖子怀中了张金牙 哼哧哼哧喘着喘着粗气 最后似乎便是如此也无法发泄出他的愤怒 然后双拳猛然垂击自己的胸膛 仰头就怒吼了起来 他口中发出的怒笑 犹如巨龙在九天之上咆哮一样 在这混沌世界中激荡着 然后一下子从地上抱起一个巨大的石块 轰然朝胖子那边丢了出去 那石头上面都加持一层淡淡的金色光辉 显然都加持一部分大地之力了 愣是让一个普通石块有了从高空坠落下的云星的力量 不过胖子那边的反应速度也不是盖的 你看扎西丢出的石块一转眼就闪开了 然后那块石头就在胖子脚下爆炸开来 愣是在地上扎出一个直径十多米的深坑 扎西又一次发出愤怒的咆哮声 直接追着胖子就杀了过去 无需缠斗 轻衣在远方的虚空中淡淡说道 此行我等任务已经完成 不必在这里继续缠斗下去 迅速撤离 胖子听到轻衣又一次在提醒她 这才扭头深深看了我一眼之后 带着张青衙把身顿走 在宋渡上 扎西终究是有些落入下城 哪里能追得上这两个人呢 不光胖子张金牙和青衣三人即将离开 青衣这边命令一下达 其他的圣人也是纷纷撤离 我们这边只能奋起直追 而我站在原地 脑海中默默品味着胖子最后那一个眼神 那是仇恨吗 本来我们双方就处于对立 仇恨这个说不上 我从她的眼中看到的是对往日情分的追溯 或许她在和我说往日情分那么深 今日你为何下这么狠的手 只是我讲了情分 你们和我讲情分吗 还是说从我们相识的时候 你们曾经救过我 所以后来无论我放过你们多少次 为你们做过多少都永远无法还上了 我隔天中就应该让着你们吗 我摇着头 本来对这段情分已经看开了 可胖子那个眼神却又让我心凉了一下 也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这一个故事叫做生米恩 豆米朝 就是以前有两户人家是林主 一家是穷人 一家是富人 由于年闹饥荒 富人给了穷人一生米 让穷人吃饱了一顿饭 于是穷人对富人感激不尽 后来穷人到富人家 看见富人家米多 于是富人就让穷人又拿走一豆米 回去之后 那穷人就和四周人说 他家有那么多米 居然给我这么一点点 还不够来年春天的种子呢 真口门啊 殊不知 人家给你是情分 不给你是本分 和你有什么关系 这大概就是人性吧 在人穷困潦倒的时候 给一口饭吃 让他活命 他感恩戴德 如果不断急语 他就会觉得理所当然 有一天不给了 甚至会恨上你 我想 在我们之间的情分里 这生米恩斗米仇的道理是通的 或许 他们今日对我怨恨 都是因为 我往日过于犹豫不决 如果我稍稍狠一些 或许 他们就不会这么恨我了吧 或许 也就会撇开那往日的情分 真正的平静 面对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心中憋屈 可说不出话 只是低头看着那把 还在我胸膛里面的断刀 默默苦笑着 那把断刀刺入的位置 就是心脏 我不是静想人 肯定是那把刀 已经刺中心脏了 只不过 我现在处于狂化的状态之中 生命前例 在无限透支 就连致命伤 都被我直接无视了 所以现在还能挺得住 只不过 生命精华流逝的速度 在无限度的加快而已 恐怕 等我的生命精华流逝干净的时候 就是我死亡的时候吧 这一战 我看似连连顿武 汉刀诀 编出六道 所向披靡 毫不潇洒 毫不意气奋发 甚至直接把轻衣 也死死压制住了 可是 到头来 终究败的人 还是我 就因为 张金牙那一刀 我其实已经死亡了 只不过 因为生命前例在燃烧 所以现在还能站在这里罢了 然而究竟是最后的辉煌 生命前例燃烧完 就是我倒地身亡的时候 时至此刻 我心中只剩下一股子 说不出的悲凉 死在轻衣剑下 这结果我想过 可是 被张金牙一刀捅死 这个结果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能看得见 林青他们几个 现在已经狂暴了 正在拼命地追杀轻衣他们 也看见轻衣顿走时的背影 不过 看到这一刀背影的时候 我并不平静 心中也是风气云涌 一股心气陡然提起 我死了 轻衣不死 我身边这些人 有哪个能落得一个好下场 一条毒气 渐渐在我心头浮现出来 姐 我忽然大吼了一声 一下喊住林青 然后直接就下达命令 所有人听着 进入宽棚覆车 此话一出 林青和老白他们在半空中忽燃一个急刹车 然后扭头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都执行命令吧 我轻轻摆了摆手 然后默默指了指自己胸口 林青他们之前只是看到我受伤了 可能因为场面过于混乱 所以根本没看清楚 受伤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此刻一回头 顿时他们几个有点疯狂 甚至不可一致地要冲上去 继续和轻衣拼命 痴性命令 我愤怒地咆哮起来 可能是因为我的气血所舍 最终林青他们还是控制昆棚 将老白他们几个给吞了 最后林青扭头含着泪 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然后他头也不回地钻进昆棚腹中 昆棚急发出一声悲鸣 或许他们终究是尊重我最后的决策吧 我笑了 抬头深深看了看 正在飞快逃顿的青衣他们 此时此刻 他们又逃出去相当一段距离 不过我并不慌 只对着他们的背影 朗声说道 青衣 你们既然来了 又何必着急离开呢 反正我是没机会离开这里了 不如你们也都留下来陪我吧 我看见远方的青衣身子一颤 不过后来的我也没看了 只是自顾自地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到了今日 一切都来一个了断吧 答案